地球天然恒温器如何运作 长久以来科学家都推测 地球拥有天然的恒温系统 可透过调整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 来调节全球温度 最近一项新研究可佐证此说 研究发现历史上地球气温较温暖时 石灰岩中的里层机物含量会增加 显示地球的气候恒温系统正加速运作 二氧化碳能保存大气中的热度 二氧化碳浓度降低便可能造成冰河时期 而浓度升高则可导致全球暖化 地球天然的气候恒温系统能调节二氧化碳浓度 二氧化碳若脱离大气溶解在水中 与岩石结合即形成重碳酸盐 岩石组成物在水中溶解 重碳酸盐与钙质结合便会形成石灰岩 而将二氧化碳锁在里面 接着板块运动会将石灰岩拉进地壳中 在火山爆发时 二氧化碳便脱离石灰岩又回到大气中 根据研究 地球的恒温系统会随全球温度调整 气候炎热会加速恒温效应 寒冷则会使之减缓 太阳活动植被生长 以及人类活动也会影响气候 科学家相信地球的天然恒温效应 赶不上人类改变气候的速度 因此科学家目前正在设法 以人为方式加速地球的恒温效应 以对抗全球暖化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